詞曲 李宗盛 我覺得同學的表現都很好 都很大膽和很清晰 亦都很有準備 去做好自己被分派的崗位 為什麼你要做跳高運動員 四年級的時候就開始又玩跳高 被學校的老師挑選去練習跳高 因為跳得挺高 所以有一點點成功感 無論是小學、中學、大學 都繼續在這個項目裡練習 你認為你在跳高可以學到什麼? 因為跳高其實在我來說 就是一個十一步坐跑 然後起跳過桿的一個動作 由我小學開始跳 中學開始跳 大學開始跳 畢業之後繼續跳 那個動作其實呢 跳了十幾年都是同一個動作 但是永遠如果你想做到最好 最完美的動作 你總有地方可以去改善 訓練裡面有什麼困難呢? 傷患 因為你長年去重複同一套動作 其實對身體的負荷很大 那麼多年來都有遇過大大小小不同的傷患 做了教練有沒有見過一些最難忘的學生? 最近我學生黎欣希 在亞洲少年田徑賽 早兩個禮拜 都未必有 一個禮拜 就拿了一個亞洲少年的銀牌 那都是我現在的教練生涯裡面 學生表演得最好的一個 心態就真的要正面 就算你不正面的話 你身體也要有正面 可能你會心態上很不開心 很想停 很想逃避 很想做其他事情 但是身體都一定要出現在訓練場 就算我上年很不想練 但是在訓練的簽度表上 我都是100%出席 這個是最重要的